其實覺得非常對不起我媽媽 因為我一直生病讓她很擔心 可是我現在想要請她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我 我真的一個人 在臺北有好多人愛我 二零一九年以你的孩子 不是你的孩子榮獲金鐘 當時臺上曾吐露 罹患子宮頸癌 抗癌多年新生 導演陳惠玲今年九月 也曾曝光化療調髮光頭照 樂觀的他病情急轉直下 一號傍晚傳出病逝享年四十八歲 有人透過他的臉書 提及陳惠玲病逝於萬方醫院 強調走得平順沒有痛苦 接下來不設臨堂也不辦告別式 以樹葬方式回歸大地 陳惠玲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一九年間 曾獲得五座金鐘肯定 去年知道玩媽別鬧了 也成為生前最後作品 笑到一度彎腰 與演員好感情可見一般 主演之一的賈靜雯得知二號 震驚難過之餘 也在臉書曬出兩人合照 陳忠寫下沒機會好好跟你道別 是我最大遺憾 陳惠玲過去指導下一張幸福 創下好成績與主演吳建豪成為多年好友 吳建豪也曾探病合照 陳惠玲也曾透露自己的身體近況 斜下血氧肌沒壞 是我壞了 以及增加半公斤 最後發現竟然是廢極水 在二零一三年發現離癌 依舊沒有中斷拍片計畫 邊治療邊工作 一聲獻給熱愛戲劇 過去指導作品也將永存引迷心中